我们这里在讲,我们现在这儿的宿舍管理现在存在着一定的问题,这个问题你们心里清楚,我要求的和德国人做的不一致,不匹配,我现在就问你们,你们是听谁的,听别人的,不听我的,OK,那我说清楚,你高中毕不了业的时候,你之后想在德国干嘛,我不管,就即使你高中毕业了,你高中毕了业以后上大学,房屋需要做担保,你现在不听我的话, 那我没有办法帮你,因为你根本就不听我的话,说清楚了没有,我作为项目的最大的负责人,我管不了,我作为父母的监护人,我管不了,我只能管你们,所谓的什么狗屁民主自由,那不是我们的东西,跟我们没有关系,不要跟我标榜什么民主什么自由,你生活在德国你也没有,你也强受不了,因为你是中国人, 你带着德国的民主自由回国,在国人眼里,你浑身都是毛病,所以不是什么好东西,不要跟我拿来拿这个东西跟我,跟我在这讨价还价,不是我们的东西,这么多年了,我们亚洲哪个国家实行西方的民主自由了,不可能,我们接纳了这样的价值观,就等于彻层巍巍的被他们给统治了, 就是这样的,所以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化,坚持我们自己的文化,很重要,我们在这儿的目的,就是为了学习,快乐的学习,健康的学习,然后,能够高中毕业拿到好成绩,大学能够学到你想要学的知识,以后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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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完了,就这么简单, 得音